黃仁勳來台掀起旋風 皮衣外套也成為招牌標誌 不過早在十年前 藝人王大陸早就在走黃仁勳風 柯振東在社群上 晒出好友王大陸十年前的照片 笑稱我同學走很前面 快十年前就穿黃仁勳風 皮衣配上全身黑的造型 和黃仁勳幾乎相同 而被問到發出照片後 王大陸的反應 不會啦 我們很好 我們認識二十幾年了 就是開開玩笑就是OK的 稱讚好友帥氣 更不忘虧對方 引起現場一陣爆笑 不過相較王大陸 從小就長得好看 粉絲認為柯振東是養成系 隨著年齡增長反而越來越帥 很帥 小時候很恐怖 這走出來會有風的 Slow motion的感覺 對 小時候真的很帥 就至少是有往好的方向走 那他感覺就一都沒變 就是沒什麼進步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樣子是比較好一點 不過不只王大陸 網友發現一張黃仁勳的畢業照 撞臉KID 相似度高達九成 對此KID本人也回應 被你們知道太多了 更自嘲都是好野人 但際遇不太一樣 而在先前返回美國的黃仁勳 也在十四號到家中理工學院 勉勵畢業生 分享創立回答的經歷 談到從零開始的艱辛過程 演講後學生們爭相搶著合照 黃仁勳刮起的旋風不只在台灣 連在美國同樣也有超高人氣 三秀王崔光配花台報導